续接上级 与此同时 孟凡也来到小暖家学习 见小暖不在家 就问了姜老太 小暖怎么不在家 和小鹿去登记了 现在还不回来 小凡你一会儿去看看 听到这话 孟凡脸上写满了伤心失忆 脑子也昏了 登记了 为什么这么快 我还没和小暖去爬山呢 姜阿摩 你怎么能让小暖登记呢 小暖都十八了 年龄到了 自然就得登记 还在家当老姑娘不成 那也不能和陆温神登记啊 孟凡心都碎了 他连小暖的小手都没牵过 现在却成陆温神媳妇了 以后他更没机会 真好笑 小暖不和小鹿登记 难道还和你登记不成 你赶紧去做题吧 别白日做梦了 小暖又不喜欢你 小暖不是不喜欢我 是还没来得及发现我的好 行了赶紧做题去吧 小凡你好好学 考上大学后 就能认识漂亮姑娘了 我就只喜欢小暖 其他人不喜欢 小暖不喜欢你 做人要务实 你还真打一辈子光棍呢 孟厂长肯定要打断你的脚 心都碎成渣渣的孟凡 郁闷地去房间坐庭 但心思完全不再提上 我回来了 将小暖冲进了院子 手里拿着新鲜出炉的结婚证 将老太和周阿妈凑过去看 都笑开了花 房间里的孟凡 心碎了余定 结婚证好生收着 可别弄丢了 姨婆 我给你买了好东西 你肯定喜欢 什么 周阿妈来了兴趣 外孙媳妇的审美 和她非常一致 肯定是她喜欢的 路上看到有人卖花 就买了些 又去她家买了这一盆海棠 就知道你会喜欢 放你房间养着 能开到正月呢 这个花要多少钱 不贵 才十块钱 这花其实也不咋好看 我老家山上春天的野花 比这漂亮多了 还不花钱 山上随便采 寒年帮我把花搬家里去 我要摆在客厅 近来都能看到 你舅舅肯定也喜欢 她最喜欢花了 小暖这礼物送到我心砍上了 败家丫头 十块钱买肉 能买十几斤了 买这么盆布中用的花 有屁用 是能吃还是能卖钱呢 花钱大手大脚 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 姜小暖只当没听见 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从袋子里拿出两只兔子 扔到姜老太面前 刚才从卖花老大爷家回来时 路边看到有人卖野兔 你念叨 不是想吃兔肉吗 给你买回来了 我就随便说说 你还真买了呀 这兔子贵不贵 多少钱 五块钱一只 五块钱 哪里买的 那些人肯定是看你年纪轻故意抬价 你告诉我是哪里买的 我去找他导账 离这四五十里路呢 你去找谁导账 兔子你要不要吧 不要我送给姨婆了 谁说不要了 晚上做鸿嫩兔子吃 你以后花钱 别这么大手大脚 要砍价的 姜老太一边碎碎念 一边去处理兔子 周阿妈放好了海棠花后 又回来了 围着玫瑰花转眼 这花养得真好 在哪个花匠住在哪 我想再买几盆花 自打家里出事后 他就没心思刺弄花了 以前家里有三个花匠 专门替他打理花草 有个技术最好的花匠 祖孙三代都在他家干活 可惜家道变故 家里的那些工人都辞退了 离城区有三十多里路 祖孙俩怪可怜的 大冬天饿着肚子卖花 衣服也单薄 也没人买花 我就把花都买了 请他们吃了顿饭 现在好多人日子都不好过 做点善事也是好的 今天是你们登记的好日子 做了好事菩萨知道的 以后会有福报的 姜小暖有些讶异 他奶奶这回居然没心疼钱了 家里还有不少旧衣服 也没破 要不我收出来 给那对祖孙送过去 人家又不是真的穷苦人家 家里的房子还是新修的呢 估计是家里出了变故吧 一时缓不过来 那个花匠姓什么 不知道 我没问 要不下次我问问 行 我就想看看他是不是熟人 以前在我家做过式的花匠 他养的玫瑰花就有这么漂亮 也不知道他一家去哪了 吃过了晚饭 姜老太和周阿妈都早早地睡了 把空间留给了小两口 灶热了一天的陆寒年 眼神越来越忧深 呼吸也变得急促 手心都浸出了汗 小两口三天没出家门了 然而 孟凡在院子里跟忘夫时一样 眼巴巴地看向对面的屋子 小暖已经三天没过来了 他做题目都没人看 这两天 小暖和陆温神在一起 干了些啥他都知道 他的心上人 终于是陆温神的女人了 心碎的孟凡打了个响亮的喷嚏 小凡你怎么感冒了 前天回家洗了个冷水澡 就感冒了 大冬天你洗冷水澡 那天热死了 身上跟火烧一样 我忍不住就洗冷水澡了 姜老太神情变得古怪 一言难尽地看着他 眼神还有些同情 小陆有他孙女泄火 孟凡只能冷水泄火 此时周阿妈过来串门 朝对面看了眼 小暖还没出来 没呢 饭都是小陆带过去吃的 这俩孩子啥都不懂 也太贪了些 你急傻 牛都没屎 田贡没屎 照这个样子 小暖很快就有动静了 下半年能抱上重孙了 也不知道是男娃还是女娃 长得像谁 要是像小暖就好了 我家寒年拿丑了 标致得很 你说得对 像爹像娘都好看 姜老太很好说话 只要有重孙抱 像谁都行 他不挑的 就这样时间一晃而过 到了结婚的日子 江家院子喜气洋洋 与此同时陆志国家 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大儿子要结婚了 还是听同事们在议论出多少分子前 他才知道很久没回家的大儿子 竟要和江家的小女儿结婚了 气急的陆志国很想跑去教训陆寒年一顿 但他却想起来 他竟不知道陆寒年住在哪 直到此时陆志国才意识到 他对大儿子一无所知 然而此时的陆志国心思却活跃起来 他想到了顾清雅临死前说了那些东西 永远都别想找到 顾清雅家里肯定是大资本家 那些东西应该是金银珠宝 如果我能找到那些宝贝 我就不用累死累活地上班了 可东西会藏在哪里 与此同时将大宝一手拉着江小暖 暖暖小鹿快乐 就这样 婚礼就在一院子的欢声细雨中结束 到了晚上 两个老太太又开始谋划了陆志国一家 想毁掉一个家 最好的办法就是 让家里的男人变成吃喝嫖赌赌赌赌俑俱全的废物